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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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这是 我郭哥家吧 你郭哥 我们家老郭 对 你是 我是楼下 刚搬来的 郭哥呢 郭哥 还没回来呢 还没回来呢 你有事啊 急死人了 怎么了 他肯定比我还着急 怎么办呀 好担心他哟 算了 还是等我郭哥回来再说吧 我先走了啊 不是 急上了 姑娘 我 行啊 郭大胆 你看你回来我怎么收拾你 我回来了 郭大胆 闭嘴 手机是不是丢了 一天到晚丢手机 丢手机上瘾呢 啊 告诉你了 是吧 再怎么样 也要勤俭持家 家里再 喂 啊 我在家呢 有事明天再说 好的 你刚刚说什么 有事明天再说 你给我回来 谁手机 一模一样 啊 不是 你能不能听我解释 你说 是这么回事 我是不是买了菜以后 我就往家走 嗯 正走到楼道里 我发现一个手机和你一样 嗯 我就捡回来了 我说我想教育教育你 教育完了呢 心里特别舒坦 怪不得呢 你每次教育我以后 就那么漂亮 根本不用化妆 我知道 这就是教育我教育的 教育我一次呢 就等于贴两回面膜 小公小婷子 坐下 有话问你 什么 买菜去呢 是吧 对呀 碰见什么人了 哦 你说她们几个呀 她们几个 对呀 现在咱们小区的老太太们 跳舞分两波了 一波小苹果 一波滑板鞋 四八四八的 楼下面小姑娘挺漂亮 那可不 那小姑娘个儿还高呢 哪有小姑娘 我是说 那种老太太 人家都找家来了 她找家来了 能不能听我解释 不是 你听我解释 是这样的 我不是买完菜 回来以后呢 我就发现了这个手机 我就往家走 正走着呢 小姑娘把我拦住了 说家里啊 发大水了 水龙头坏了 我帮着拧上 我就回来了 完了 完了 就这么点事 就这么点事 那你刚才怎么不说 我不是怕你小心眼吗 谁小心眼了 那你说那个手机怎么着 这个手机 它也不是我的呀 这样吧 交给VH 对 我的啊 我先放下来 别混了啊 我跟你说呀 我也是手欠 没事你说我捡手机干嘛 我来开门 波哥 你好 你回来了 你好 谢谢你啊 不客气 你是谁 哦 这是我 这是我媳妇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那个楼下的小姑娘 真懂事啊 上来感谢我 没事 没事 哥哥 你的手机 这手机怎么回事 你落我家的手机呀 我看你挺着急的 回去我好顿着 最后啊 在浴室找着的 不是 老子 我郭哥人真好 我让他进屋 他说他人进来就行了 菜篮子太脏了 就不拿进来了 你郭哥是好 屋里屋外一向分的都很轻的 对 那 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 嗯 哥哥 手机 嗯 你留着用吧 啊 哥哥再见 拜拜 嫂子 他刚才叫我什么 叫你嫂子 他还知道我是嫂子 你别着急 你别着急 你听我解释 你听我解释 我是倒序还是插序 直讯 直讯 我呢 这不是买的菜吗 我就往家走 走到楼道 看见一个手机 以为是我的 你就捡起来了 小姑娘说水龙头坏了 你就去修 对 你怎么都知道了 那怎么修到浴室去了 他是浴室里的水龙头坏了 他洗头 洗到一半 说呢 淋浴头坏了 让我进去 我就帮这修好了 晚上我就出来了 是吗 没给再搓个澡了 搓什么澡 搓什么澡 他洗头 迷着眼睛了 完了以后呢 我给弄好了以后 我就出来了 他洗完头就往下洗了呗 你怎么知道他往下洗了 你这不废话吗 洗完头以后还往上洗呀 行行 你这 待会儿 你这些手机是怎么回事 你听我解释 我从他家出来呢 我一摸 哎呀 手机呢 我一想我 你肯定着急呀 我就出去 又买了一个 这个 你明白了吗 你等会儿 我给你解释啊 你过来 你过来 过来 我自己捋 我自己捋 这个 我的 对 这个 那他们家 他给送来了 是 这个 你以为丢了 你怕我着急 你用后买的 就是这么回事 老公你真好 我脸面得真快呀 那你刚才怎么不说 又来了 我跟你说 我不是善意的谎言吗 善意的谎言 那也是撒谎 哎呀 行了行了行了 这个事就算过去了 好不好 听明白了吧 听明白了 踏踏实实过年 来来来 下个饺子 我吃 我跟你说 手机告一段落 要是再出现一个手机 我是你儿子 你好 你好 我是物业的 我知道 这是你的手机 妈妈 喊谁呢 喊我 这是我干嘛 我血缘不关心 你先别管他 你说 怎么回事 慢慢说 情况是这样的 刚才呢 我在楼道里寻查 发现一个菜篮子 篮子里呢 有个手机 我怕被别人偷了 就带到了物业 结果一查监控 发现是这位业主的 你确定是这位业主的 确定 他特别好认 你才 儿子 这手机又是怎么回事 我不想活了 我 姐姐姐 他这是什么毛病 是不是这有问题 得相报物业啊 一天得犯几回 犯几回 他得看几个手机啊 四个手机 不是有钱人也太任性了 少回两句吧 这会儿 我媳妇 待会儿肯定要回娘家 帮我把她拦住 一定拦住她 大过年 你看肯定说 我要回娘家 我要回娘家 拦住哪 快快快 你看看 这个手机 你跟她说 让她听我解释 你听她解释 你闭嘴 你让她给我解释 我给你解释 这第一个手机 是你的 这个手机呢 是小姑娘刚才送来了 我落到她家的 这个 是我以为丢了 完了以后我又买的 这个 这个我真不知道是谁的 咋怨气 不是 你听我的 你听我的 我好好给你解释 你别着急 老子 你这是要去哪啊 我去哪关你什么事 闪开 嫂子对不起 我刚才撒谎了 没事 我早就知道了 其实我们就不应该瞒你 没事 现在知道 总好过以后知道 对 那我来拿回属于我的那个 在那处着呢 喜欢现在就拿走 郭哥 大妹子 我们家已经够乱的了 别再填乱了 求求你了 郭哥 你说什么呢 我是来要手机的 要手机 要手机 其实啊 我刚才送来那手机 是我买的 买的 买的 怎么回事 你帮我修完林一桶 一出门说手机丢了 我还问你是什么型号的 什么牌子的多少钱 对不对 对 我看你挺着急的 我就下去买了个新的 给你送来了 刚才呀 碰见物业的这个哥哥 他是要给你送手机的 对不对 我问你呢 对对对 郭哥 男的见到他这样 都有点迟钝 吃什么钝 对 他俩说请你吃一顿 不用了 不用了 所以呀 我就来要回我的那个 听见了没有 谢谢你大妹子 这还让你破费了 应该的 还不是你帮了我吗 不 是你帮了我 老公 老公 别说话了 你呀 吃一顿 你 你过来 小伙儿 结婚了没有 记住 结婚以后 跟你媳妇 千万别说假话 因为说一句假话 就要用一大对话 来圆他 知道吗 记住 不要说实话 你说实话 你说一万句实话 只要有一句假话 那一万句 全万是假话 明白吗 不明白 老公 你也不知道 老公 知道吗 家和万事兴 知不知道 家字怎么写 一点吧 那点非常重要 要是有一点就是家 没有那一点就变成种 那就是坟墓 我们家 这四个破手机 等着差点成为爱情的坟墓 你知道吗 老公 我脱了还不行吗 你别跟我说 谢谢这姑娘 谢谢小伙儿 谢谢啊 谢谢 这样吧 嫂子给你们 虾脚子吃 我跟你说 我明白了 这四个手机 我好好给你们解释一下 第一个 是我媳妇的 这个是我拉在姑娘家 姑娘给我送来的 这个是我拉在她家 我忘了 我买的 这个是小伙儿 捡的那个 那人呢 去哪儿了 在这儿呢 在这儿呢 这种人了 敬大家 羊年大吉 家伙 黄世兴